如果我们前面的 这些原生家庭的事情 在我们里面没有处理 你知道一直会 不只是会带到我们婚姻 我们还会用同样的方法 对待我们的孩子 那那个是一个 没有停的这个循环 造成我们很多很多 家庭面的纷争 有些人把教会的活动 看得比家人还重 我们爱上帝 上帝摆在优先 这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不是把教会活动 摆在你夫妻相处 跟家人的优先 这要听清楚 你为了要躲避 跟家人的关系 全部一头摘在教会的活动 我告诉你 那些没信主的家人 以后很难信主 因为他们很恨教会 你不要把教会变成 你不想回家的一个地方 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家人 我们是兄弟姐妹 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 我们要讲清楚 离开是所有你跟配偶 以外的那些关系 你要有很好的界限 否则我们婚姻 没有办法有健康的发展 这个题目叫做 如果你要进入婚姻 跟爱情的时候 那你要先解决一件事情 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那当然这是给我们 所有的适婚年龄的地方姐妹 如果你要进入爱情 进入感情 你不要一头就栽进去 圣经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教导 但是你如果是已婚了 那如果你已经进入到 婚姻跟感情 那这个信息其实是让我们 重整我们整个生命的思维 所以前一堂有人聚王会 就跟我说 这个整篇道都在讲我 所以你无论是已婚未婚 其实这一整篇道 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周 我们重新回到神的话语 一起来学习 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 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 我们大声地来念神的话语 彼得前书第四章 第七到第十节 我们所有人一起大声读 神的话语 预备 请万物的结局 最要紧的是要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事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们比所有历世历代的圣徒 读到神的话 更有感受在这句话 就是万物的结局进了 当耶稣那个年代告诉他们说 这个最后的最后 末后的世代要来临的时候 那个各地都会有饥荒跟地震 其实他们很难想象 那是什么感觉 然后那个时候 他们在罗马帝国底下 根本不敢坑不敢哈 可是他说你们在末后的世代 民会攻打民 国会攻打国 这些东西 其实当初耶稣在讲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明白那是什么 但是你跟我是 整个历史里面最明白 我们离末世已经非常非常靠近 所有圣经里面 有关于末世的运言 一个一个都在应验 百分之九十八都已经应验 所以我们是可以体会到 万物的结局进了的这群人 而我们要知道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当我们面对末世的时候 不是任何一个政党 也不是任何一个法条 不是任何一个 我们现在所相信的东西 可以解答末世的问题 只有爱才是末后世代 唯一的解药 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而且爱才能遮掩许多的罪 因为当人心面对到彷徨无助 对未来失去信心 而且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你知道人的心里面 就会生出很多的恐慌 恐慌就会加上焦虑 里面掺杂了就会很多的愤怒 所以你知道在家里面 就会充满了很多很多愤怒的情绪 国家社会政府政治公司 也都是这样子 一个小事情 大家就会很愤怒 就会激起来 因为人心惶惶 那在网路上更不用讲 他躲在键盘后面 什么话都可以讲 因为很愤怒 所以表达出来那些言语 都是人生攻击 都是那些抹黑的话 没有再减少 只会更加增加的 所以只有在末后的世代 只有人能够学习耶稣的爱 才能够遮掩许多的罪 阿们吗 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爱 其实在新约大部分都用这个字 叫做阿嘎培 阿嘎培的爱 其实与其他我们所谓的爱情的那种爱 男女的爱有点不同 阿嘎培的爱是带着神性的爱 就是那种牺牲 奉献 无私 当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 他就爱我们 基督的爱就再次显明 所以阿嘎培的爱是在形容 神对我们那种 无私奉献的精神的那种爱 当然 希腊文在圣经里面 新约是希腊文 希腊文在表达爱 也有很多的字 来表达爱这个概念 包括Eros Storage Philia 还有呢 Philadelphia 这些都是希腊文里面表达爱的字 那就意思就是说 其实爱有很多不同的形态在出现 比如说Philadelphia 像我们知道的费城这个字 就是从希腊文的这个爱出来的 这个Philadelphia是讲到兄弟间的情感 兄弟间 手足间的爱 所以这个每一个爱呢 都代表着这个概念是不同 所以我们整理了一下 爱呢 大概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我整理了一下 南瓜大概有六种形态的爱 在我们表达爱的上面 那我们就 当然有更多 那我们就整理一下 爱大概有哪些种类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所谓知己好友的爱 那知己好友的爱 比较是在 这个像是闺蜜啊 或者是 我可以跟你聊天 聊到好几个小时 因为你懂我 我懂你 这种爱是比较建立在 陪伴理解 跟分享上面 那第二种呢 有一种爱是 透过竞争跟胜败来 来感受到爱的 那这是什么 我形容一下 就是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呢 他给你这个 你就想要 让他知道你爱他 所以你就想要 赢过他 那你就会送他更贵的礼物 他这次请你吃这个饭 你就 你的那个爱的表达是那种 我下次要请他吃更贵的餐厅 就是那种表达爱是要赢过你 我更爱你 那这样子 输赢来代表 我爱你 就是很竞争式的 那第三种也有这种 就是呢 利益取向的爱 那这种呢 就是你去看这个韩剧就知道 就是我们常常都是那种 好像还没有认识他 我们就会先问 那对方什么职业的啦 有没有房啊 有没有车啊 有没有 就是我们都会先问这些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想要找一个 让我们过更好一点生活 然后呢 让我们可以轻松一点 所以我们就会先问这 所以他当 当他说 那这个男的不错耶 他是什么职业的 而且有两栋房在信义区 你就说 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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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个爱连人都没看过 对不对 但是你 你知道有一种爱就是 我爱上的是对方他 他的资源比我更好 他的生活比我更好 那那个是叫做利益取向的 我们是比较来的 那也有那种 很掌控独霸 占有式的爱 那这种爱比较窒息 就是他 他得到爱的方式 是想要抢夺来的 本来不是你的 那他就觉得 我想要 我想要占有你 所以这种爱呢 很毁灭 因为常常都是 是从别人手中得到 而且他想要享受那种 自己拥有 然后别人不能拿到 然后 那 那当他到手的时候 其实他就 就失去性质 所以这种爱 常常就是会一个恶性循环 他就会在 那你 你被这种爱爱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 他真的用 很 很高昂的代价来 想要来得到 但是你不要太高兴 因为他就会这样子对你 他是 他其实是 他得到爱的方式 所以他也有可能 当得到你之后 他会用更其他 更高昂的代价 因为他想要的是 一个 一个占有的欲望 那这是一种 那也有一些爱呢 是因为 沉浸在 韩剧跟录剧 看太多的 那因为 为什么 他就是 爱上的是一个 一个感觉 有没有 电影就是演那种 那个灯光 然后 气氛美 然后天时地利人 所以你一直在寻找 是那种氛围 所以 常常就会问说 你们当初 为什么会在一起 然后妈妈就讲说 就那天 下大雨 拿着大包 小包 有没有 很重 然后地又滑 然后我要冲到 那个公车站牌 所以公车站牌 我冲到那边的时候 我全身都很狼狈 然后手上拿着水果 还掉地上 这时候你爸就出现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有这个男的 那么贴心 还帮我捡水果 然后还说 要不要帮你拿 那我们就这样 我就爱上他 那姐妹 我告诉你 你这个剧情 是来自欣欣的 你的剧情 这个不是什么 你就是爱上 那个浪漫 你如果 你如果真的喜欢 爱上一个 喜欢捡水果了 我建议你 朱志卿的爸爸 很适合你 有没有读过 他就是专门捡水果的 你懂吗 因为你爱上的是一个 一个 一个 那个moment 就是哇 好浪漫 对了 那可是每天不是 不是都是这样 对每天在家捡水果 没有这么有空 我们有很多的 东西是爱上那个感觉 那但是这也是爱的一种 当然最后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 Agape 无私奉献的爱 那这个爱呢 包含了宽容 包含了成全 牺牲 这个爱呢 也包含了很多的忍耐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所以这个爱 是有神性的爱 在人的里头 是学像耶稣那样的爱 来爱对方 那你知道婚姻专家 他统计 婚姻专家的意思就是 他不是一个什么 神学理论 他就是因为数据 大数据 所以他也不是什么 放诸四海阶准 只是很多的人 他集中他的个案发现 婚姻专家发现什么呢 发现 你的婚姻要能够持久 维持长久的秘诀 那他就经过统计 也不是圣经的真理 就是经过统计 他发现如果一个婚姻感情要持久 无私的爱 再加上知己好友 这两个加起来 会让感情 他们统计会让感情 是最持久的结合 就是你们互相 双方都愿意为对方奉献 也愿意包容 成全给对方机会 然后再加上你们的基础是建立在 已经是知己好友 可以倾听对方很多的事 那这两种加起来 是婚姻跟关系会长久的 最好的组合 那这是婚姻专家的这个理论 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怎么看 圣经到底怎么教导我们 在婚姻跟感情里面有一段非常关键的经文 在亚当被创造之后 创世纪第二章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 就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 这一段经文其实讲了三件事情 那三件事情是让我们婚姻 可以成功圣经的教导 第一个 人要学会离开他的父母 第一个圣经里面说 人要离开父母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离开 那当初亚当跟夏娃 他们因为是神创造的 所以没有父母的概念 所以离开的意思是什么呢 离开的衍生的意义就是 我们要进入到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之前 我们要先学会跟我们的过去 跟我们的原生家庭 跟我们的前一段男友女友那些伤害 造成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扭曲的东西 你要进到下一段的时候 你要先离开前面这一段 有一个健康的界限 你才适合进到下一段 那我再多做解释 你知道很多的人 他呢 他进入婚姻 进入婚姻是因为他家里不幸福 他觉得他的家 没有给他一个幸福的感觉 可能父母亲吵吵闹闹闹或者是 爸爸还会欺负妈妈 他觉得整个家 所以他就是一直很年轻 然后他就想随便找一个人嫁了 因为他想要逃离他的原生家庭 但你听哦 你如果没有处理好 你自己被原生家庭影响的那个破碎 你进入到一个新的婚姻跟感情的状态 你只是希望那个人 来处理你童年的不幸 那是完全无解的问题 因为另外一个人也是一个罪人 我们唯一生命的解答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找到 不是另外一个人找到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学会人要离开父母 第二才会与妻子联合 与配偶联合 最后才会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这个顺序错 常常我们还没有处理好一个健康的状态 我们就与对方有一个经济的联合 有一个性方面的联合 反正我因为我爱对方了 然后我们也确认彼此了 然后我身体就给他了 因为我们在外面租房子 两个人住在一起 同居比较省钱 我们住一栋就好 所以我们在经济上也联合 但是你跳过了那个 前面应该要离开的 你那个生命的状态 好的界限 健康的自己 你跳过这个 你就直接进入到性方面 进入到经济方面 工作方面 所有的生活都跟他喇在一起 我告诉你 你只是从一个灾难跳进另外一个灾难 然后你只希望一个人可以解决你以前的不幸 那个不是婚姻的解答 人要离开父母 是我们进入爱情 先想的第一件事情 这是圣经的教导 而这个离开 代表什么 代表所有我们两个人之外的任何关系 都要先处理好 不要带进去下一段 对方 你如果要对方来处理你跟你父母亲的问题 夹在你跟他的婆媳中间的关系 你对对方非常不公平 有些人跟父母亲都没有处理好 就是要你的妻子挡在你的父母前面 那个妻子 那个媳妇是一辈子非常痛苦 他不是嫁来你家 处理你家里的问题 我们先处理好 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弟 Amen 好小声啊 Amen 那有很多人说 那难怪 你们基督教讲离开离开 父母是不是就是不管父母 你们就是一个最不孝顺的宗教 我告诉你 创世纪讲完离开父母 但是初爱奇纪开始 从十届一直讲到新约 都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 所以离开父母不是一个 好像弃养父母 跟他们没关系的一个概念 离开父母是你要跟你的过去 包括前男友前女友 你的人生的过去的前一段 划一个健康的界限 不要 你知道有些妈妈到结婚了 晚上还不准你锁门 进来帮小孩盖背的 妈妈进来帮小孩盖背 太太怎么做何感想 我们的隐私在哪里 但不行 因为我妈会难过 我妈一辈子 就只有我这个儿子 他晚上就是会担心我没盖好 不可以 离开父母不是不孝顺的意思 离开父母 其实圣经里面教我们 在初爱奇纪 说孝敬父母 是你在地上的日子 得以长久的秘诀 新约还告诉我们说 这是第一条在应许的诫命 所以孝敬与离开 是互相不矛盾 也不相似的事情 不要打在一起讲 离开是因为我们想要 离开我们过去家庭 对我们的那些伤害也好 不健康的依附关系也好 那些情感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勒索也好 那些东西要清清楚楚 变健康 我们才进入到新的感情 但是对父母的孝养 敬重是绝对不能少 而且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所以离开真正的意思 比较像生命记在讲的 就是说有一个老鹰 如果他要成长 他就必须先搅动他的巢穴 不要让那些小鹰 一直在巢穴里 要让他可以飞 所以爸爸妈妈就会把他飞到很高 然后把他放出去让他飞 离开的意思就是 学习成长独立个体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那一页 进入婚姻跟感情 要先学会离开父母的意思 就是我们先要在 两人关系以外的任何亲密关系 画一个很明白的界限 包括我们前男友 前女友跟外面的其他的这些异性 画一个清楚的界限 所以写下来 进入爱情在你的生活当中 不应该有任何的另外一个人 包括你的父母 不应该有任何一个组织 或者一个活动 超越了你的配偶在你心中的位置 你要清楚 只要离开就是 所有你的父母亲 你的那些家人 那些 跟我打球的球友 我的以前的同学 那些都不能取代 你的配偶在你心中的位置 这叫做真正的离开 有人结婚后 把外面的朋友看得比妻子还重 我讲更直接了 时间不够 有些人 把教会的活动 看得比家人还重 很少牧师敢讲这样子 可是我要清楚讲 我们爱上帝 上帝摆在优先 这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不是把教会活动 摆在你夫妻相处 跟家人的优先 这要听清楚 你为了要躲避跟家人的关系 全部一头栽在教会的活动 我告诉你 那些没信主的家人 以后也很难信主 因为他们很恨教会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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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别的牧师不敢讲 我都敢讲 你不要把教会变成一个 你不想回家的一个地方 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家人 我们是兄弟姐妹 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 我们要讲清楚 离开是 所有你跟配偶以外的那些关系 你要有很好的界限 否则我们 我们婚姻没有办法有 有健康的发展 然后再加上 如果我们前面的 这些原生家庭的事情 在我们里面没有处理好 你知道一直会 不只会带到我们婚姻 我们还会用同样的方法 对待我们的孩子 那那个是一个 没有停的这个循环 造成我们很多很多 家庭面的纷争 无解的难题 那今天我们最后来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那人为什么不离开 那如果圣经教导 我们要离开父母 那为什么人离不开 那他有两个 两个最大的关键 第一就是个人不想离开 不想离开 你说你如果生活在一个健康 或者是你的那个 独立自主发展得很好 你会很难理解 我都想离开 为什么你不离开 你为什么要一直留在 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折磨你自己 但是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我们从小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被对待 我们从小在这样子的生活 所以他变成一种 这种环境 生活形态 变成了一种习惯 习惯没有对错 就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但是习惯的下一步是什么 习惯的下一步 就是成为你的安全感的来源 所以你知道有些人 把过去的这些 这些他的经历 比如说爸爸会打妈妈 他从小都在这样环境 他也很害怕 他也很讨厌这样子的环境 可是你知道 他因为习惯了成为这个 变成他的安全感来源 所以你就会碰到有很多的人 他居然将来有一天 可以找配偶的时候 他会找跟他原生家庭一样的人 来做他的配偶 你很难想象 对他来讲 他最想逃离的那个家暴的家庭 最后找到了 也是这样子类似的人 因为他会说服他自己 就说哎呀 对啦 他虽然会打 但是 因为他在这个习惯成 但是 他最后还是很顾家 把我们养大 所以总比那些花天酒地的男人更好 你有没有看到 他就把自己 已经说服到 他要留在这样子的环境 他才有安全感 他不想要接触那种 其他的 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个词 就是叫做啃老竹狼 或者是马宝 你知道他就已经 觉得 这就是他的环境 所以他要出社会 出社会 不要离开家 我这种薪水 我在外面住房子 我会饿死的 在家里回家 还有一个住的地方 妈妈还会煮饭 我还省菜钱 我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到后来 你知道你就习惯 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 然后结婚了 那我们住在家里 跟妈妈在一起 注意 我不是说跟妈妈住在一起 是什么错 但是 我讲的不是那个距离上的 那个空间的在一起 你知道有很多的妻子 刚刚嫁来这个家的时候 她连要重新跟你适应 生活都要适应 你为了你自己不想离开家 你要你的妻子去一次适应 你还有她 你背后的那一偷拉骨的家人 其实对太太来讲 是很不公平的 大家不要误会 我跟家里住的也是很好的 可是你 你知道有很多的家 她不是这么健康 她没有处理完 那个分离的问题 她有太多依附的 你住在家里 你所有 你的问题是 你所有事情要摊开来 我们家就是这样子 我们什么都是摊开来 可是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真理 你懂吗 什么事都摊开 这是你们家的一个习惯 我们有些人 他就是不想要离开他的那个习惯 觉得我从小就是长上明珠 然后我又是家里面的长孙 所以你看一个家 把他养成一个女王或者小霸王 所以他不处理他这个性格的问题 他就娶了一个人 或嫁到一个人的家 然后他就说 我要在这个家 也要做霸王跟女王 这是不对的 你应该要先学会离开父母 意思就是说 离开那些把你宠坏成女王的那个性格 才能够与妻子联合 二人才能成为一体 Amen 听得懂了 拍手把荣耀鬼给出 我常常看到你们都是笑眯眯 听我讲到今天很难得 你们是 我应该讲的是很 很符合圣经的概念 因为你如果没有处理完 你家里的问题 你进到另外一个 你只是逼另外一个人 来处理你的问题 所以很多的妻子 或很多的丈夫非常痛苦 因为他要面对的是 一个整个家族带来的问题 第二个 为什么人不离开 也有可能是 父母不想要孩子离开 好 那 这就讲到很多的父母 他生命也有他自己的议题 小时候小时候先生也不听 他的家族 他也没有什么地位 只有生了一个小孩 然后那个小孩就听我的 把小孩管在自己身边 什么样都要掌控他 好了 他从小就掌控他 所以他到大了 也不敢 坑不敢 可是人家总要结婚 当他一结婚 妈妈受不了 我爸爸受不了 然后爸爸妈妈就 每其名就想说 想尽各种方法 就 没关系我们给你们 所有你要 什么都供应他 让他离不开你 好 所以 你就 你其实只是满足 你自己在家庭里面 没有被重视的那个 那个缺憾 所以抓了你的孩子 不想要他 从你的手掌心离开 你还把他当作 五岁八岁那种 可以被你控制 所以 很多的情绪勒索 一步回家 那个电话的 简讯的那个词 都是那种 啊 没关系啦 不用回来 妈妈死不了 就是那种 很罪恶感 然后想要绑住 绑住孩子 那更不用说 好像要逼着 另外一半 要适应你们家 这样的光景 那无论是 弟兄我姐妹 没有人受得了 如果你一直要 抓住你的孩子 不放手 那所以也不能怪 那种啃老族 或者是 妈宝 其实 有的时候 也是因为 父母不想要他离开 圣经有一个 非常典型的例子 你记不记得 在约瑟 做宰相之后 他的哥哥 要找他来 要粮食 约瑟就说 你们还有没有兄弟 没有来 还有吗 还有一个变阳迷在家里面 然后你知道圣经怎么讲 圣经就说 创世纪来 他就说 那个童子不能来 你看到经文这样写 因为那个童子 若是离开 我的父亲必定死 有没有看到这个经文 所以 这个变阳迷是学什么 学什么医疗相关的 有这个爸爸的那些 什么高血压药 每天在家 他会死 没有嘛 为什么雅各不放变阳迷 其实我告诉你 连约瑟也是 雅各扭曲性格的产物 你记不记得 约瑟在家里的时候 他不需要出去放羊 说哥哥去放羊 他还穿彩衣 有没有有没有 所以说 就是因为约瑟太喜欢 他这个太太生了两个孩子 所以他把两个孩子 摆在身边 造成了整个手足中间的 你知道父母亲不公平 手足当中没有安宁的 父母的掌控 让整个哥哥想要杀掉约瑟 最后把他卖到埃及 然后一直到约瑟都做宰相 你看过多少年了 最后还是不放过 不能来 因为他来 就会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 听好 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婚姻跟感情 最好的礼物 不是性 不是身体 性是上帝创造给婚姻 美好的享受 美好的祝福 我们可以给对方 不是性跟身体 最后这张PPT 我们记起来 我们可以给对方最好的礼物 是一个健康版本的自己 那才是最好的礼物 如果我们带着我们原生家庭的那些伤害 那些破碎 那些恨 有些人真的就很恨他的父亲 很恨男人 你进到你的新的婚姻 也不会幸福 你对整个 整个男人 你是有扭曲的那个现象 然后你又期望 对方可以来解决你的问题 我们找两个罪人 怎么解决彼此的问题 神经讲得很清楚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耶稣的名 没有赐下别的名 可以靠着得救 只有一个救赎 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救赎 只有一个 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才有可能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过去的感情婚姻 把我们捆着 我们过去的家庭的 给破碎 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挫败 我们一路希望婚姻 可以成为我们的解套 生了孩子可以解决问题 结果孩子也成为我们的重心 忘记了我们另外一半 最后我们只是在 从孩子 从配偶 要来治疗我们的童年 他们来 我们的婚姻跟结合 不是这个目的的 不是来治疗你的童年 进入感情和婚姻 先要有一个 最好的版本的自己 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今天早上 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不论你是已婚未婚 我们都需要来到上帝面前说 十字架 十字架 你战胜了 所有的死亡 你也可以战胜我生命当中 过去一切的这些难题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带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家族的 一个沉重的包袱 所以进入到感情 跟婚姻的时候 其实一直都在找 找答案 找救赎 对方是不可能满足你 我保证对方不可能满足 除非我们学习 耶稣阿嘎培的爱 所以我们就当然找不到 结果我们的生命 就葬送在这些 我们自己 那些过分的期待的里面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说神阿 求祢跟我们立约 你知道圣经就是一个 神跟我们就是一个约 有没有旧约跟新约 求祢跟我们立约 好像我这个婚戒一样 神阿跟我们立约 让我们能够 在基督里面 可以不断的被你医治 跟恢复 成为更好版本的自己 好小声阿妹吗 我们也立约什么 我们也跟神立约 主啊我可能以前犯错过 我因为不懂得真理 我做错决定 但是我今天开始 你知道今天开始 是在十字架 给我们买回来的一个 一个非常大的特权 今天开始代表 过去的种种 可以一笔勾销 所以我从今天开始 我不要随随便便的 过我的人生 我要照着神的话语 来过我的人生 我不要先与对方结合 经济啊 身体啦 情感啦 公司啦 所有都拿在一起 我再来处理这些 我要先学会 离开我的那些过去 有一个健康的界限 我不要让我的身体 性这件事情 成为我最后后悔 最大的这个 因为我没有照着 圣经的话 神要帮助我 让今天 你圣灵的大能 就来医治更新我 当我们被更新 健康起来 我们婚姻也会被得拯救 我们亲子关系 也会得拯救 你还没有进入婚姻的 感情也会被得拯救 因为在基督里 我们可以做新造的人 我们从位上站起来 好吧 我们来敬拜祭 十字架 耶稣生难 天肃爱 我的长前 永恒祂 王的生命 荣耀恩典 为我冠写 来 唱出来 感谢耶稣 是家的大能 领受你的身体和保险 来 每一个人宣告 愿你手边上摸笔的一致 靠着双手来临手 感谢耶税 感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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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罪的奢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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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他与我罪的奢联 再来一次好不好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今天早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罪的奢联 奉耶稣基督的 圣的名皆 都高养了宝血 医好你所有的伤 医好你过去的破碎 我们中间有些人在婚姻里面 长久是被压迫 在受苦里的 奉主的名 得医治 今年要被恢复 感谢耶稣 我罪的奢联 在我里面 是基督活着 中底大德烧书 我们为了保护 复活的大能 住在我里面 你说医治我 医治我 来领受 领受 今天领受 神的恢复在你里面 祈祷我 这平安的绕出 莫恶不悔的保护 复活的大能 住在我里面 勾起双手开声来祷告 每一个人把你所有生命当中 过去都交给神 在十字架的大能里面 一切都要被关心 来听好 今天你在耶稣基督里面 恢復我們 就是已過 都過去了 主啊 這是一個招募 你讓一致我們 你不再被傷害 你要得一致 今天得一致 你跟主說 主啊 幫主啊 依止我 還有很多的控告在裡面 今天全部都要交脫出來 我一致的受惠 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很多受傷的靈魂在這裡 主啊 親自地癒好你的百姓 在家庭裡面 在過去的感情婚姻裡面 上帝要親自地癒好我們 主啊 依止我 大聲聲鼓 借基督 好 聽聞 任平安的饒恕 我們會的保護 脫禍的大門 主在我裡面 謝謝你 感謝耶穌 是假的大門 領受你的身體和保險 你的手邊向我逼得一起 只要舉雙手來領受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我退的身免 感謝耶穌 我退的身免 感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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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退的身免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断开所有 与你婚姻里面 两个人以外的那些 不正常的连结 奉主的名完全地断开 在婚姻以外 我们的那些衣服 我们的那些 扭曲的那些连结 来你知道那些是什么 有的时候你习惯了 就紧紧地把它抓住 可能不只是一个人 可能是一个群体也好 可能是一个习惯也好 没有奉主的名 借着羔羊的宝雪 在十字架的大能宣告 上帝的百姓 父亲当中的众弟兄姐妹 得医治得恢复 不再被捆绑 不再被挟制 包括线上分堂的 包括直播点的 奉主的名今天要得着医治 断开所有筹笛给我们那些剧本 现在通通失碎 不在我们家庭婚姻当中 继续地演下去 这些破烂的剧本 通通失碎 上帝要给我们恢复新的生命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当我们要散会的时候 当于结束基督的恩惠 天赋上帝的慈爱 还有圣灵的感动 与你的重百姓同在 也与我们的家庭同在 婚姻同在 感情同在 从今时直到游泳远远 大声说阿们 拍照把荣耀归给他 阿们 再唱一次 是耶稣 是假的大能 领受你的身体和保险 替你手边上握笔的衣服 与你耳聚双守 要与双手来玲熊 感谢耶稣 抹去双手来玲熊 我对的声明 在活力 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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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ш �х督过着 柴田 例来 明天參福 可 公主 多汪 ap 祢祂能住在我裡面 相信了拍手把榮耀祝給祂好不好 Hallelujah 奉主人民祝福所有的父親兄弟弟姐妹 我們在基督耶穌裡面 有一個更好版本的自己 更健康的自己 我也求主祝福你的家庭 還有你的婚姻 還有你跟孩子的關係 你要記得 你在基督裡你是新造的人 舊的那些都要過去 讓他過去 然後帶著新的 新的盼望 跟新的自己 面對你的家人跟婚姻 我求上帝有一個 极深的依次在我們當中